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我是马力 嗨,我是马克,新的一年我们就是不废话,不啰嗦,不唱歌,不闲聊,直接开始 你现在收听的马克信箱呢,在上班可以听这个频道 我们邀请你可以寄信给我们写下现在你正在烦心的事情 你对人生有疑问的事情,你的人生状态,你的情绪 有时候呢,一些问题其实写完,你自己回头呢,去好好的重新看一看你写下的东西 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啊,一切都迎刃而解 所有的答案都在你自己的内心,你需要的就是静下心来问自己问题 马克玛丽,我听了很久的马克信箱,但第一次写信 因为今年2022年,是我32年的人生中第一次成功脱单 哦,恭喜哦 之前我努力玩过骄傲软体,还使用过马克所说的快速见面法 真的是省下很多时间 那今年的情人节,我在马克玛丽你们虾皮直播中 我抽中了Tinder会员 在现实生活里,我也是多方参加各种活动 各种快速约会,还有朋友们介绍 我全部都来者不拒 过程中有很多诡异的事情啊,偶尔也会觉得沮丧 想说,哎,我是不是就一辈子单身了呢 好,谢谢马克那篇前世冤亲债主文 这什么? 哈?我写了些什么东西? 前世冤亲债主文 诶,什么啊? 反正那个让我觉得,就算是我单身的状态,也要心存感谢 也祝福持续在脱单上努力的女孩们可以早日成功 PS,想跟成功被我推坑 现在可能正在收听的男友说 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 我是猫 好哟,接下来的这一封信 这个明信片呢,是2023年的玛丽所赴的 好快哦 所以是新的,我来念念这个新的 驻海边的文字 文是语文文 第一次写信来 收到了玛丽的时候 好兴奋的,很认真的研究 到底该怎么摆折来折去 立起来很帅哦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完成日历上的每一件事情了 对你们的支持 体现在我最近的购物车当中 我买了马屑的内裤 超好穿的啦,我买了两次哦 马屑真的好穿耶 未来等洗髮精用完 我要跟你们买法基因来洗洗看 哦,三月,敬请期待 说了这么多呢 想要告诉你们 马克西香很棒 是我当心水小偷运动 害怕独处的时候的最佳两半 我最喜欢的一集 是玛丽用香音念了一个男的 去泰国洗的过程 最近呢,我的YouTube频道 演算法推给我的 全部都是臭男生去越南 去泰国 去各种地方哦 或是去德国 去各个地方洗澡就对了 你们平时在家也没那么爱洗澡 出了国倒是挺爱洗澡的 不一定是洗澡啦 就是那种性产业探勘 对啊,什么去曼谷帕塔亚 去曼谷的 那你没有跟YouTube说 我不喜欢这类影片吗 就是我喜欢 所以他才会一直推给我吧 他觉得玛丽真的是太幽默可爱了 希望玛丽一直保持着率性的灵魂 你是好多人心中的救赎 祝大家一切都好哟 我是来自新竹的无糖鲜奶茶 昨天是我阿公出病活化的日子 阿公在上周某个晚上 安详的走完 他在人世间93年 又11个月的旅程 虽然这半年阿公状况不好 不爱吃饭 双脚没有力气 我想家人们都有随时要送走 他的心理准备 但那一天还是猝不及防的来了 那天晚上收到姐姐的讯息跟我说 阿公走了要我回家 我没能在他家见到他最后一面 是从姐姐跟阿嬷转述得知当天的状况的 其实卧床好几天也总是闭眼休息的他 在那一天却都睁着双眼 不停的看着家中四处 传说中的回光返照 连续十几天没有吃东西 却也在那天下午吃了几口阿嬷煮的康宝浓汤 晚上阿嬷去房间帮阿公擦手脚的时候 阿嬷摸到阿公冰冷的手脚 阿公看了阿嬷最后一眼 就闭上他的双眼了 我觉得阿公知道他自己要走了 用他的方式来跟这个家还有阿嬷道别 当天下午阿公还不停的问 已经退休三四年的妈妈说 你怎么没上班 你怎么没有去上班 妈妈在回到家门口一踩下公车时 就接到舅舅的电话 或许阿公以为妈妈去上班了 就安心离开了 最后这几个月 我们有透过政府的长照方案 把阿公请了居服员 每天会有一两个小时去陪他 帮他洗澡 阿公走了那天早上 妈妈才告诉阿嬷说 居服员说 看过许多老人家 在最后都会把身体的东西排出来 舒舒服服的离开 阿公在那两天 开始有大小便失禁的情形 阿公可能在这一个月内 差不多时间到楼 结果当天晚上 他就先走一步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原来会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征兆 真的是居服员 你要看过很多的案例 你才会知道 这是我有记忆来 第一次看到阿嬷哭 毕竟跟着一起生活五十几年的半 就这样突然离开了 这种悲痛 可能真的是要经历过 才能体会 昨天是阿公走第十天 我们去佛堂厅 师父诵经 然后到殡仪馆 接阿公录炼 盖上棺木前 看他最后一眼 阿嬷不停的用台语 跟阿公说 不好意思 我给你照顾好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我的眼泪在那时 忍不住溃蹄了 很多都是对阿嬷的心疼 因为不管是阿公 或是我们这些孙子 阿嬷真的都照顾得很好了 去火化场的路上 我在心里跟阿公说 小时候我跟姐姐要回家的时候 都是你送我们到楼下等 爸爸来接的 现在阿公 换我送你回家咯 总之 他的后事就这样 稍微告一个段落 我觉得他能活到九十几岁 无病无痛 也没有在什么医院 掉点滴啊 插管啊 而且是在最熟悉的家里 在阿嬷身旁安心的离开 真的是很大的福气 火化后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随行的师傅说 阿公的骨头很多耶 颜色也很漂亮耶 因为很多老人家 骨质疏松 或是因为已经吃了很多药物了 其实骨头的颜色 都会灰灰黑黑的 阿公可以被这样称赞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想要跟阿公说 我是灵灵 希望你在那边一切都好 我们都会好好照顾阿嬷 你不要担心哦 谢谢马克玛丽念完我的信 斗内113元纪念 阿公开心去做仙的日子 但是因为怕零钱寄不出去 所以改为100元 感恩感恩 快速通关信封 来自于Lisa 人生中啊 总会遇到很多的课题 家人朋友爱情事业 总归就是这四大样 目前我已经全部解决了 要要要 首先朋友的部分 经历过两次的离别 一次被单方面分手 一次是误会 女生总是喜欢找闺蜜 喜欢黏在一起 会吃醋 会占有 可是经历过这两次之后 我误了 我开误了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不可以要求对方 把自己放在第一 我也没有别人想的那么重要 这么想之后就觉得 放下了 应该要把重心放在自己一点 爱情则是 吵架了数百次之后 得到了平衡点 如果总是为了同一件事吵架 改变的必须是自己吧 前阵子看了 我是老爸 我不要当爸 的夫妻QA 觉得 我又误了 你好容易误耶 一个人的个性 从小到大 定型了嘛 我根本不能三言两语 一时之间就把对方改变 可是自己 自己 自己是可以改变的 这么想之后 对于伴侣的行为 对他的标准 瞬间放下了 也觉得相处起来 很轻松耶 我只要管好自己就好 剩下两个 我高中的时候 就想好自己要做什么 目前也实现了 就继续做下去吧 GoGoGo 家人 我弟受不了我妈 独自出国不回来了 剩我跟妈妈之后 反而家中的气氛 很好啊 其实家人也不用 一直都在一起 距离产生美感 有一天我去成品 看到了几本书 在讲情绪化的母亲 原来 不是只有我妈 是情绪化的人 会言语羞辱 人身攻击 我又误了 不要理她就好了嘛 因为疯子不可理喻啊 你根本就不用理她嘛 本来因为她是妈妈 所以呢 让我比较走心 但现在不会了 我无敌啦 现在 我 自由了 我 不用在乎别人 我只要take care好自己就好 我 才是世界的主角 自己的主人 别人凭什么影响我 到底干她什么事啊 我自由了 我想干什么就干 想做什么就做 想吃什么就吃 我怎么感觉 有点走火入魔啊 看完亲爱的马克玛丽 我也误了 对 男人就是这样啊 谢谢马克玛丽 我爱你们 感恩的心 来自于 Lisa 本频道的男主持人 有个怪癖 就是他在寄信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邮票 他会直接用他的舌头 用他的作意 这不叫怪癖 就是我懒得再拿出去 还要找胶水 直接可以做东西 这个东西设计出来 背后也是有贴胶 他就是要让人这么做的 他让人可以沾水贴上去 不是让你的舌头舔过那个不曉得经过多少人的手 以前的人沾的水就是口水嘛 怎样 但现在你不知道那个有多脏啊 但我收到这个信的封面 他写着 内附防止马克舔邮票的工具 有点兴奋 不知道是什么 应该就是浇水吧 真的吗 不是啊 就是那种像立可带的那种立可浇啊 是哦 真的耶 不然会是什么 可不可以点的时候你这么有理智 我以为是一些搞笑的 像是 辣椒 哦 他为什么会随时就是用舌头舔 就是说他手边不会有带任何攻击 对啊 那你记得这个 倒倒贴膜蛋 你觉得他会把 倒倒贴膜蛋 一直放在他的身边吗 我知道了 我把它放在这里 那我们放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在别间回信 有在别间的时候就没办法 你在这边回信的几率微乎其微 那放在别间 来 逗逗贴膜蛋给你 谢谢 看是谁如此的贴心呢 我是文具脑13号小姐 上星期马克不顾疫情严重 竟然舔油票 玛丽疯狂大叫 我也是听得头皮发麻 这个真的是要在疫情期间 大家才会担心 现在疫情比较过了 比较缓和的时候 其实也觉得 那就是舔个东西没什么吧 万一他把他的饶虫 嗜指用过的寄给你 然后在上面做得很像油票 你又舔你 就整个间接的舔钢啊 那又怎么样呢 舔钢哥 你们这些就是滑坡妹啊 没事想很多 欢迎收听本周马克 姓雨虾 我是舔钢哥马克 我是滑坡妹 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 这个世界上没有马克的存在 我真的希望教主 你要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谢谢哦 所以我寄了这个 可以让你防止舔油票的东西 谢谢 他滚轮式的双面胶 他很好用 他可以轻易的让你粘油票 我想要借由这个信 呼吁所有想要收到回信的教徒们 你们希望他健康吗 你们希望他安好的写信给你吗 请自己 把回游信封贴好 回游信封的意思就是 你准备好一个信封 写好你家地址 你的本名 然后把油票贴在那个信封上 这才叫做回游信封 我求求大家了 教主教我们好 我昨天看完牙医 马上到咖啡厅 点开当天的马信 10分钟22w49之一 听马克说 再400人就可以加开一集10分钟 想想最近我太常喝饮料 我就马上加入健康会员了 之后如果加薪 会再往上一集了 谢谢 我觉得好像不需要往上一集 因为我们要冲的是健康会员数 你不如开另外一个YouTube账号 然后另外一个YouTube账号 也加入健康会员 我觉得那个数字要变多才是重点 对啊 这张明信片是自己画好 再去iPhone印出来的 前几周下班去咖啡厅休息 打瞌睡梦到了这棵树 刚好那天就有在想圣诞节的规划 所以清醒后就马上画下来了 我很满意这张画 虽然这个树的叶子已经掉光了 有别于大众印象中的圣诞树该有的样貌 但谁说圣诞树一定要长三角形的样子呢 我才念到信的时间应该已经过完农历年了 就祝各位2024的元宵节快乐马信发大财 嘿奶茶阿华田 你是个幸运的孩子 我们提早抽到你的信了 哇这个梦里面梦到枯树 我那天啊 做梦 我被我自己笑到醒过来 你做了一个好笑的梦 很无聊 我梦到我好像跟你在一起 然后我在模仿 扁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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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吹用海底捞面 我就一直扁恋 扁恋 然后我就觉得你太自唱 我就笑到习惯 我说干 我还冲刷小 您的潜意识非常的幽默 马克玛丽我是西西子 我有个男性朋友 金牛座 二十几岁 没教过女友 很油条啊 但想教女友 有一天金牛男打给我说 我想要放弃追一个女生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我已经花了两万台币 我内心听到这个无限白眼 就有点委婉的表达我的想法说 这个投资有风险啊 购买钱都说要详阅公开说明书了 只是追又不是女友 你就已经花了这么多钱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夸张呢 您是不是应该帮自己设一个停损点呢 然后我又问金牛男说 请问你的花费都花在哪 他不会说是斗内直播主吧 能能能能能 金牛男在追一个比他小的女大声 聊天的过程当中 女生表示 我好穷哦 我没有钱钱 金牛男就说 那我们去逛百货公司 女生就跟金牛男说 我想买口红 可以跟你借钱买口红吗 金牛男就说 哎 就当我送你好了 生日礼物生日礼物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是女生是艺术系 会画画 所以金牛男就跟那女孩说 哎 我想请你画一幅画 给你一万块 你就画一幅 你认为符合这个价格的作品 给我就好 这种追法真的是有点 这个女孩没有画出来 没有画出来还是拿一万块 我就跟金牛男说你应该去拿画啊 可是后来那女生交到男友之后就不太理他了 所以金牛男就当作他自己损失 你干嘛 我只是想要一幅画错了吗 你才不是想要一幅画 你想要一幅画你会告诉他要画什么 不会那种什么都不知道说 来你就画一个来等值的 你不是常说等价交换吗 我现在跟他说我要等价交换了 我给你一万你给我一万的话 这样不是很赞吗 是啊那你知道一万的话大概是什么样 一般来说一万块的话是怎样 起码要有四个颜色吧 可憐 这样有没有伤口上傻眼 没有没有我没有撒你的眼 我只是说你的判断有一点失去生而为人的理智 其实金牛男跟我说这件事情 我对于他这个人的为人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可是我形容不出来 直到后来跟别的女生聊到金牛男 跟他们说他的故事 还有金牛男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 我觉得我以后如果生女儿 我一定要把我女儿保护的很好 男生都很坏 不可以被外面的男生骗去 我真的觉得这种想法很偏激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明 我朋友就跟我说 应该就是金牛男觉得男生很烂 所以要保护好 但前一世 可能他就觉得自己也很烂 他其实会贬低别人 趁出自己的好 结果说穿了 他就是最自卑的人 我才明白 为什么这个人老生我不舒服呢 就是因为他无意间都会透露出自大的感觉 或者是常常觉得 我很大方啊 我很大方啊 我很大方 那其实他根本不大方 他付出他就是想要回报的一个人啊 我是要外人啊 我没立场说什么 我只能告诉我自己 好啦你不要老是带一些框架去看人 我在那边提醒大家 每个人都要真诚 面对自己生命中遇见的那一个人 附上50元 对啊 这些没有办法跟别人言说的他人观察 对啊 你可以写信进来啦 写信告诉我 新的你怎么没有新的歌啊 马克玛丽我是爱卿 最近一直犹豫要不要去做资商 在一般人的眼中 我可能是一个没事的正常人 可是我的思想并不是这样想的 在我小的时候 有被一位声称自己是正人君子的人 恶意碰触 长达四年多的时间 在这些时间中 我也有表达自己的不喜欢和讨厌 可是他总是说 好啦 不小心的 或者是我跟年纪小的人都这样 为什么你不行 其他小朋友都可以啊 但是我看过他跟其他小朋友相处的样子 他都不会去碰跟摸别人的脚 就只会摸我的脚 而我本来就不喜欢跟别人有太多的肢体碰触 这个人带给我的伤害是精神上的 之后我不管是异性或者是同性摸我 或者是碰到我的身体 我都会觉得恶心 会一直打冷战 会发抖那种恶心感 随着时间过去 我以为没事了 好了 结果在上班的时候 异性同事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碰到当下 身体僵硬 事情处理完 回想那个感觉 跟我以前的感受放在一起 不舒服的感觉 持续了一个晚上之久 而同性摸我的手臂叫我 我也有不舒服的感觉 我一直想要治疗好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让我会对异性产生一种不信任感 感觉别人都是另有目的的在跟我相处 现在的我会一直催眠自己说 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 想要资商的事有很多个 可能念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去做资商了 但我还是很想知道 马克是怎么样才能跟资商师 讲出心底很深沉的一些事 或是想法呢 我本质上就是一个很容易心忍忍的人 而且资商师 我又相信 你有资商专业 然后你通过了国家考试 然后有一些法规 可以有规范你 基本上我看到他 我就会噼里啪啪把我的事情都讲出来 当然我有遇到那种 好像比较会评价别人 就是现在的我回头去想那位资商师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什么资商资格 但你又再转念想想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 比如说今天我遇到一个公车司机 开车是他的职业 但他就很有职业道德 他在路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架势 也不一定 对吧 就是资商师也是 不管是哪一个职业人都会遇到 有职业道德的人跟没有的人 爱卿说他自己对人的防备心太重 他自己没有办法诚实或是完整的 讲出所有想要被资商的事 所以对于资商师来说 要怎么样跟个案 或是案主建立起信任关系 其实一开始是最困难的 对啊 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就是 堪堪而谈 对 我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因为很多人会不断的去评价这个资商师 会觉得 你真的懂爱讲什么吗 你明白我的感觉吗 你好像不太知道你还要讲这个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或者是会挑战资商师 或者是就觉得你是个陌生人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我这么深层的事情 你肚子在叫啊 你肚子饿啊 这封信是来自于2021年的10月28号 那之前他也有说要告那个所谓的证人君子 说他性骚扰 结果那个人回说 你有证据吗 我当下听了真的很无助耶 我就是突然被摸 怎么有证据啊 就是未来黑镜 除非那个 我们所有的视觉都有记录下来 对 然后可以回放这样子 所以他最后说郑家纯七排妹那个骚扰事件 他说他能理解 哈喽马克玛丽 我是还在澳洲Working Holiday的Bruno 今年终于听到自己的信了 好神奇啊 另外真的觉得宇宙的力量好神奇啊 因为宇宙和目标的执行 我的每一天都在变化 真的感恩啊 去年的信从博斯WA寄去 今年旅行到了Britzbank 我还了三万五千多公里 创造人生新纪录 感谢马克玛丽宇宙自己 诶 他的那个明星边那什么动物啊 好好笑哦 袋鼠啊 趴下来的袋鼠 很近很近 每一次在肚子饿的时候 还要朗诵救世主 这些残忍的言语 我真的觉得很难熬 各位 到小福利麻辣锅 以馅切和牛肉 在麻辣汤底涮上三到五秒 五秒真的太多了 三秒即可 鲜嫩肉汁 再沾过麻辣汤汁 他们还有独家的沙茶 你可以再考虑你的口味 喜不喜欢给它沾下去 满足天寒地冻心寒 但胃不能寒 到小福利麻辣锅 保护你的心灵健康 小福利麻辣锅 就在中和环球购物中心四楼 珠杯远东百货八楼 爱朵儿 爱朵儿 Adora Design 在追逐更大的目标之前 健康的身心才是最重要的哟 有风浓墓 祝大家新年快乐 Bark it out 污水草马达修理 喷了好几万 大家有空来救救救世主 想要在新的一年有漂亮的眉毛吗 眉毛大师简佩颖 祝大家新年快乐 猫猫追踪房东太太与她的人类 救世主 金姐 全世界最环保拖鞋 就是Indosol Indosole 新年快乐 我就是来dis上一个留言的 送礼时节 何不考虑兼具有富 想象力和道德理念的 唯行品牌呢 Indosol是为环境而生的 美国绿色品牌 回收轮胎再置环保拖鞋 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IG Indosol底线TW 选择跟我们一起走上这场 有意义的旅途吧 拼扣椅和虾皮卖场请搜寻 Indosol 点有输入indomarcy 就可以享有100元的环保优惠哦 永文 没想到一年又这样过了 祝马克玛丽 大家新年快乐 韦瑞说终于搬进新家啦 终于有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啦 一GG签到 还有新北泰山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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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泰古科復健诊所 Everybody Happy New Year 霍比林开始一场秘密任务 新年新希望 就是希望可以让所有霍比林的恩客 都入教 弘扬我大清点叫 早日见庙 一边买淘宝 一边听马信 好不快乐啊 私人起运 就找霍比林 私讯 我是典友 领永久优惠假 永久 以上感谢本周新年的 马姓救世主们 马可玛丽我是 刚从研究所毕业的 喵喵瓜 我想要回顾我的2021年 2021年我的母亲在2月 因为乳癌离开了 对于25岁的我来说 我知道我要面对 但我没想到 从发现到离开 只有两年的时间 两年蛮长的吧 可是他可能会觉得乳癌 也许我切除了 我做一些什么 他可以继续过活 过下去这样 每个人的时间感不一样 很小的时候 我跟我妈就形影不离 爸爸跟妈妈总是在吵架 哥哥常常不在家 所以我都是妈妈的出口 努力想满足妈妈的 愿望跟期待 19年5月 妈妈被检查出乳癌 第三期 当时已经在读研究所的我 因为创作而进行了 一些自我认识 我才发现 其实我一直都受到 母亲的情绪勒索 只是我不知道 但我从小愿望 就是想让我母亲开心 我认为母亲说的都是对的 如果你不听妈妈的话 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我要符合妈妈的期待 那就是我的使命 我觉得这些 就是爱的表现 但我忽略了自己的感受 认知到这个事实后 我很愤怒很委屈 因为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的心底 一直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抗议 为什么会有莫名的 罪恶感跟焦虑感 但我也知道 这没有谁的错 母亲是因为成长环境所影响 她很努力当个好妈妈 跟好老婆 只是不知不觉 努力过了头了 所以我不想用这件事情 来伤害我的母亲 因为我可以想象 她知道的话 会有多自责 崩溃 不知所措 真是个善良的人 虽然偶尔会觉得 有点委屈 但我想 我就是自己消化嘛 或是跟母亲保持距离 减少被她的期待 被她影响 慢慢找回自己 但就因为她生病的事情 让我必须更紧密的 跟她待在一起 所以我在照顾的过程中 更加疲惫 身为照顾者 面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即将离开我 无能为力 只能假装很正常 我告诉我自己 生活要继续啊 但其实我对于一切 根本就失去了热忱跟勇气 就是沉默的 等待 崩溃 心悬着 妈妈的朋友们 来看她的时候 总是会说 要放下 你强留妈妈 也是痛苦 所有人都这样讲 我为了不让大家担心 也只能沉默的听 他们称赞 你很乖 你很成熟 你很可靠 但其实我的心 都被负面思想掏空了 我只能强迫我自己 不要去注意那一份 让人手脚发麻的空虚 我看见母亲 看见我的眼神 几乎不认得我了 我也只感觉 没人的时候 轻轻的祈求母亲 你不要走 你不要丢下我 我害怕没有你的世界 母亲走之后 处理丧事啊 遗产的过程 都是我跟哥哥包办的 那个月 我都还能笑笑的 跟上乡的人寒暄 安慰那些妈妈的好朋友们 所有的眼里 我跟哥哥 就是成熟 稳重 令人安心的孩子 但我觉得 我好像在做梦哦 我就是看着妈妈的遗照 但我觉得很陌生 我觉得一切都很不真实 我是靠着我的本能 在应对一切的事物 之后回过原本的生活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就你还是在假扮一个形象啊 假扮一个坚强的形象 或是假扮一个讨好别人 跟照顾别人的形象 妈妈走了两个月后 我开始觉得我被抛下了 这个世界没有它 荒芜的让我发寒 我觉得这个世界烂透了 但表面上 我还是要当个成熟的大人 可是我心里仿佛有一个 无法接受的孩子 在尖叫 在哭闹 想要冲出来 想要破坏我维持的瓶颈 面对这种分裂感 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说 我就是在痛苦逃避 痛苦逃避中徘徊 我知道我状况不好 所以我去找了精神科 去做了心理諮商 我强迫自己要生存 我要吃喝拉撒 剩下时间就是睡或是大哭 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其实我的悲伤 已经超出我的控制了 接下来这几个月 我都觉得我活得很狼狈 经不起任何的刺激 也不敢脆弱给任何人看 因为我害怕 没有人可以接得住我 我也怕脆弱了 我自己收拾不起来 我不敢听情歌 我不敢追剧 我不敢独处 我只能用各种YouTube 或Podcast来填满我的生活 马克信箱就是少数能让我笑出来的存在 谢谢你们的陪伴 好巧你刚刚在讲资商师 现在他就在讲资商师 怎么了 要跟大家说资商师要胜选 如果你觉得不对评 就换 不然你会开始自我怀疑 还好后来我遇到一位很棒的辅导老师 引导出我的悲伤 引导出我的愤怒 教我如何接纳我内在真正的声音 陪伴我走过来 当然现在我还是因为看到某些事物会突然很想我的妈妈 会很想哭 也时不时会突然埋怨说 妈妈怎么会丢下我走 可是我开始懂要如何依赖身边的人 我懂得如何把负面的情绪用正确的方式抒发 而且从听你的信当中就会发现 你如果再重新回去读 或是重新回去听你的信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理性思维 你都已经写出来了 当你写出来以后 你再重新回去看 应该就可以感觉到 包括像是我的悲伤 我害怕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承接住 如果不听妈妈的话 就会发生不好的事 对啊 那这个非常非常明显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知道 怎样不听妈妈的话怎么了吗 对啊 可是这个认知一旦在某个人的心中生根了以后 这真的是很难拔除的 拔除 咒术回战来的太突然了 你甚至连剧场版都没有看 但我觉得咒术回战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 你说拔除心中的 在讲人类的负面情绪 然后那一些负面情绪积累了以后 变成了怪物 他们是叫怪物吗 还是叫什么 咒灵啊 咒灵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最近有一部片就是这种很炼剧人嘛 你越恐惧 那个恶魔就是会越来越大 他就是吃你的恐惧为生 还有刚刚我说到胜选资商是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每一次呢有事件发生的时候都是 都是很好让我们认清一个人的时候 就对我自己来说啦 就是这一次理科太太的资商笔记 然后如果非常非常的愤怒跳出来的资商师 然后大声的疾呼说 要抵制怎么可以这样的 基本上那就会是我第一轮被滤掉的资商师 对啊 就是你人自己的情绪都还没有办法好好的看清楚 那我要怎么相信你在资商过程当中 可以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跟意见呢 就我反而很想建议这些资商师 你们好好的花点时间跟你们的督导谈谈吧 但当然我相信可能也许你们就是 这个生活都已经忙碌到或是 其实也很久没有时间可以好好理清自己的心 对但是每一个资商师 其实基本上都要有一个督导跟有一个资商师的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我希望呢在未来听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可以找到值得努力 然后我有勇气的去爱那些人事物 谢谢马克信箱的存在 让我对这个世界不会太害怕 谢谢点友们来分享你的故事 让我忘记孤单的感觉 这封信呢 其实我陆陆续续已经写了半年了 因为常常写到一半太难受了 到现在终于写完了付了两百元 以及他的回邮信封 就是邮票没有粘在上面 你可以使用你的年利贴了 right now 当然你一定会忘记的 他还在说什么 但我还要拆开这个痘痘磨蛋 我直接舔就好 你不要先不要舔 他要舔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大家呢宁愿付个邮票不贴 也是因为大家手边没有胶水 对吧 那大家为什么不黏呢 因为大家不想要舔啊 大家不舔我来帮忙嘛 我可以日行一散我觉得很好啊 老婆说工厂出来的时候掉到地上 然后地上都被老鼠的大便都沾了那些粪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嘛 舔粪人 不是啊 咖喱里面都是粪嘛 我们还不是都在吃 有这么气氛 好噁喔 你去跟你的督导谈谈吧 你玩一下那个黏黏贴会怎么样 黏黏贴还要打开耶 这是老天爷给你一个契机你又不听 好如果下一个又出现没有年的邮票的话 我今天就打开痘痘贴磨蛋 这一封A4空白纸写来的没有庶民的人 他因为停电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连行动网路手机行动网路都挂 这有多大的地震啊 不知道为什么停电手机行动网路会挂 跟那肌力台炸裂是不是 我身高180体重85 刚刚把床上跟我一样体积的衣服衫 全部折好收进衣柜里了 爽 我觉得我好棒 上次呢我写信来分享 作为一个做着尿尿的男子的心酸 忽然想到我的人生尿尿的故事也不少 这一年居家工作都是用线上联络开会 有一次主管真的杀红眼了 聊了三个小时不罢休啊 我脸皮薄嘛 一对一的会议嘛 他没说停我不好意思打断嘛 可是我真的快要尿出来了啊 我就一直开合开合我的大腿啊 分散这个音部的注意力 怎么可能开合开合我比较不想尿 想尿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想动 有些人会一直借由抖角啊 或是动啊来分散注意力啊 我又只有穿内裤突然我就听到我自己的大腿肉这样啪啪啪啪的撞击声 如果呢被主管听到好像不太妙 我就只好停下来 可是又好想尿怎么办呢 我就一边搓揉着我的裤裆 一边四处张望 看有没有触手可及的工具 可以救命 主管就用深思熟虑的口气说 不过吼 这的确是很怪吼 他是在自言自语啦 各种方案呢 在我的脑中飞过 手边没有确定不露的塑胶袋 没有宝特瓶 没有一次性容器 有冰霸杯 啊 怎样 有冰霸杯这是容器啊 是没错啦 对啊 那然后呢 干不要 虽然我小时候喝过尿 但现在我长大了 而且冰霸杯超级保温的 我想到如果尿在里面 洗的时候尿还是温的 我就快要吐了 喝完的咖啡杯太小不够大杯 尿到满出来更麻烦不行 还是我手机拿着 直接去厕所呢 可是就算我做着尿 现在泄洪等级的冲击力 还是会有水 不是啊 你把那个麦克风关掉 不就没事了吗 他真的很慌 他是被尿塞满他的大脑 他有想到 还是我麦克风关静音 主管说 还是 这个方案你觉得呢 我就 随便乱回 不能不能关静音啊 会被cue啊 要回话怎么办啊 尿地上 屁啦 对 尿地上 我只要贴着地板尿 就没有声音了 干我天才 起身 转头 跨步 瞬间一个念头 厕所地板 还要刷 麻烦 车库 车库 我们家透天 是有车库的 就急转弯 往大门跑过去 我脑子真灵活啊 下一个画面呢 就是我啊 一个中年上班族 亚洲蹲在 车库舔卷门的旁边 从四脚裤裤管 掰出我的GG 左手用凋雪茄的手势 控制孤头跟地面的距离 解放 右手抓着手机 刚好轮到我回话 我早就忘了当时回了什么话 只记得那种下半身 很湿 很爽 同时又要逼迫自己 清醒 理智 讲话要有逻辑 的这种冲突感 平常看到这种剧情的骗子 都觉得很扯 但有机会亲身经历 人生不虚此行啊 我尿完了以后 也有圣人模式 办完事了 电话挂了 水管冲洗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 施行了一场完美的犯罪 不论马克要不要对我说 You're awesome 我都觉得 这有什么好吃的awesome的 刺激狠 他还是尿出来啦 很awesome啊 你不觉得啊 你觉得到处乱尿尿不行啊 我觉得很荒谬 随地便逆 在你的世界里 是不允许的 不是就是 你就说一下 你要去厕所会怎么样 脸皮薄啊 脸皮薄 主管一直讲 主管不好意思 我想尿尿 主管以后 拉黑我怎么办 主管你知道 他讲了三个小时的会议 上个厕所 这很轻有可原吧 主管讲三个小时 有点迟 这不是小时候 才会不敢说 要去上厕所吗 对啊 为什么不敢讲 对啊 就是我想上个厕所啊 主管说 要尿顿是吧 好好好 被我看穿了吧 不好意思 对啊对啊 我尿多两分钟 马上回来 你真的会回来吗 会啦会啦 困人主管 我要上厕所 我会弄出来了 对啊 其实就是 你都可以 右手拿着手机 然后跑来跑去 其实你就走去厕所 然后在那个瞬间 你都会移动了 为什么就移动去厕所就好了 就在那个瞬间 关麦克风就可以了吧 唉 我是住在民生的Jackson 刚退伍的我 还有结束第一份毕业后的工作 那使得我很迷惘 我不确定 我喜欢什么 我适合什么 但那时候当兵 有同胞觉得 你也适合当记者 退伍后 我投了几间相关的公司 幸运的上了 我才发现 平面记者 理想的职场 跟实际上落差很大 我有点害怕自己做不好 也觉得 我真的做不好 一直做不到一个月 我就选择离职 但事实上 有人觉得我做不好吗 没有嘛 我应该要给当时的自己 多点时间跟弹性 也要相信自己啊 所以我希望今年的我 可以重返记者的舞台 我想分享一个故事 马克马力 你觉得 你们觉得啦 意淫别人会被发现吗 不会吧 你确定你那个意念 不会从哪些东西渗透出来 不会啊 你好好的压制就好了 就像我没有讲说 我梦到跟吴玛丽 这绝是蓄意的吧 这一听到他就演技拙劣 我告诉你 其实呢 就是把这种东西 真实东西 然后把它换着 还想要绕一圈啊 再反做是不是 看一下他就完全不相信了 以前高中我就读男校 血气方刚的男生 我对于年轻 或是保养得意的女老师 充满遐想 我对老师谢殷勤啊 谄媚他 无所不用其极 我就想亲亲老师 特别是音乐老师 特别有想象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 正式保养着 很好的亲手女 我常常听到同学说 想擦她 她的擦是这些 XX那个擦 擦擦擦擦 某次上音乐课的时候 她突然说 毛毛毛 不要偷看我的腿 哇 当时全班一阵骚动 不晓得老师 你到底是想开玩笑 还是想认真骂同学 但那个同学 本来就很逐格 感恩再分享 付上100元 谢谢啦 拜拜 那可能就是 看得太入神了 应该是写气方钢 他根本不知道 怎么藏自己眼神 对啊 就被发现了嘛 我今天早上在做瑜伽的时候 也是满脑子萦念 做得好爽 那就不是瑜伽了吧 我是有 那就只是幻想时 拉拉筋 一边拉筋 一边幻想 这样子 你是一边幻想 一边拉筋 比较多趴数在前面 我是从小微开始入坑的点咬 第一次写信 要分享高中的感情故事 这封信来自于2022年的11月27 哎哟 小微分享不是应该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吗 她叫做东粉 是个女生 我跟A是高一的同班同学 刚认识的时候觉得 她整个人怪得好奇妙哦 上课会一直跟我讲一些废话 像是说 诶你真的有150公分吗 哈哈哈哈 失礼耶 什么意思啦 某一次呢 还讲到被罚站 也常常在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蹦出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 然后大家就会静默三秒钟看着她说 你白痴哦 慢慢的我开始偷偷注意她 发现她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男生 暧昧了一段时间 是我自以为啦 因为后来我告白被她拒绝了 之后我就跟她说 哎呀没关系啦 那我们就当好朋友吧 当朋友的期间 你们两个大人很过分你知道吗 对啊 当时她是高中生 你们收回你们的态度 我我好 好 当朋友的期间 我们从聊课业的分享到彼此的烦恼 渐渐我们无话不谈 课业有什么好分享的 以前我念高中 我从来没有想要跟同学分享过课业 为什么 你们分享什么 有题目不会做 你还是会想要问啊 你从来没有这种 那可能就是因为我考不上政大关系 啊不是你不会做 啊如果在补习班不就问老师吗 我没有补习 你屌啊 就是喜欢你的态度啊 哦那你会问班上厉害的同学就对了 对就是会问同学啊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我都是念男生班啊 哦然后她说怪我告诉你怎么解这样子 对啊 你现在是不是在想BL画面 不要这样子啊 不要这样子啊 因为我最近刚又追完BL去 我又觉得BL世界真的是很神秘耶 这你也不会解哦 白痴哦来过来啦 你真的有病耶 我真的不了解BL世界有什么好玩耶 你现在又有病了耶 你今天不是演得很快乐 某天晚上啊 她传讯息问我说 诶我们现在算朋友吗 然后她就告白了 我们是顺利在一起了 啊她之前不是不喜欢你 怎么现在又喜欢了咧 男生就是这样啊 不要问那么多 哦 我们很懂彼此的笑点哦 总是在路边笑个不停 知道蘑菇啊 也常常会讲出一模一样的话 就连搭公车去补习 放学一起买饭 假日一起出去玩 段考前一起去图书馆念书 交往的每一刻 对我来说都非常快乐 但是在交往一年多之后 距离学测半年的时候 她就投下震撼蛋 什么 她要出国留学 我们分手了 原因是 她想要专注在课业上 好好准备考试 其中一部分是觉得 我有些地方不够成熟 个性上不合 但那些我不够成熟的地方 是她从来没有开口告诉我的 我毫无改善的空间 我就被单方面分手了 考完学测后 她上榜了 而我考完当下就知道自己搞砸了 马上准备投入指考 准备的期间压力很大 也很挫折 她时常鼓励我 也陪伴我走过当时最低潮的日子 上了大学以后 我们还是每天分享新学校的生活 我也在大学遇到了从一开始 就对我直球对决的B男 当时觉得这种幼稚男生才不是我的菜了 我拒绝了他 后来B还是继续的一直丢直球 跟A很不一样 A在感情当中都不开口沟通嘛 而我渐渐被B的温暖贴心打动 于是一段时间后我就答应了B的告白 然后顺利交往了 也因为尊重B 所以我就跟A说 以后不能常常联络了 但你还是我很重要的朋友哟 也跟他说了 高中这三年因为有他的陪伴 我过得很开心 谢谢你 要道谢啊 我很感谢他在我低潮的时候 陪伴跟鼓励我成长了许多 那他是一个不太爱用社群的人 所以在没有联络的期间 我就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之后的每一次见面 都是在高中朋友群相约吃饭的聚会上 才能大概得知他的近况 今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拍了学试符 聊了近况 得知他上了很好的研究所 也交了一个可爱的女朋友 心里非常替他开心 就觉得 嗯 这么好的人 值得拥有一切美好的事物啊 希望他未来一切都好 分手这么多年后 我还是时常梦见他 梦里的场景几乎都是复合了 复合 复合了 那不就是心里有缺憾 才在投射在你的梦里吗 每个人的梦是不一样 刚刚那个写明信片 然后梦到哭的圣诞树 可能直觉也会觉得 他心里面应该有某些东西是什么 可是那不一样 也许他 枯微对他来说 也许有些特别的正向意义也不一定啊 就像变脸对你来说 我不知道 拉面条对他来说 有什么样 我真的觉得拉面条的人很委屈耶 怎样 就是你们明明就不在意那个表演 为什么不能点普通的直接送面条啊 他一定要那样拉吗 没有吧 公司规定吧 没有直接送面条上来 我不知道行不行 可是我知道拉面条有分好几种等级的考试 我是跟你说真的啦 海底捞的拉面 那个考试要一阶一阶考上去 然后考上去最高好像可以月薪到六七万吧 你所有的证照都有拿到的话 所以我只有考到最高的我才能在客人面前拉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高才能拉面 因为每一次就是你时不时还是会在IG看到大家性动分享 或是他会推播一些影片嘛 然后就是海底捞在那边弄面 但我现在已经看不到任何对那个弄面的人兴奋的回馈了 就大家就是低头吃自己的 然后聊天的 然后没有反应的 我就觉得很孤单 不像我们会对拉面的 你觉得我们真的很兴奋 那那不就是那个工作的成就感来源吗 然后你们也不抬头看看 你看他一眼也好吧 他们可能考到证照以后 新的成就感来源就是月薪吧 或是每一次拉那个面条 他们好像是有抽成的 就是每表演一次好像是可以拿多少钱的 所以你就是要好好的把那个表演表演完嘛 就像我们每一次主持是有钱的 我们就是要把那个主持工作做好嘛 那每次做完这样的梦呢 起床我都会满头问号 因为我跟B稳定交往四年啦 我心里在想会不会是潜意识里面自己还喜欢他呢 不要做这么直觉的判断哟 哇他真的是看得出烈 他可能会百感交集哦 他说他听了马克说的 我不知道你是听到我说的哪一个部分 他说他有告诉自己的内心说 谢谢你告诉我 但我现在很好 他也过得很好 这样就够了 其实仔细想想啊 也许我们最适合彼此的关系 就是当很了解对方的好朋友吧 到现在呢 我们还是偶尔会为彼此加油打气 一直梦到他 也许只是当时的我 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吧 写进来记录这一段 对我来说非常深刻的感情 谢谢你们读我的信 因为还在念书 等之后成为社畜 有收入之后再斗内你们 真的好喜欢你们哦 新点叫万岁 最近啊 我开始看的那个日剧叫Silent 台湾翻成说不出口的爱 其实他就跟初恋有点 有点像 有点像 然后也有手语 也有手语 然后也是一开场 就是一个开始下起雪的城市 然后就啊下雪了 反正我只好说 如果想看Silent这部日剧 还不想知道剧情的话 接下来的三分半钟 你可以先跳过 因为里面就是 女主角在高中的时候 也跟他一个很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嘛 可是这个人上了大学之后 有一天就很突然跟他说 我要跟你分手 我喜欢的人了 所以他就觉得 然后就就此失联 然后这个男生也完全没有跟他们高中 所有人联系 就是人间蒸发 但后来知道这个男生 就是他失聪了 听不到 他听不到了 所以他就是要跟过去做切割这样 那很快他们其实在第一集就有 要碰到面 然后第二集就已经有正式的坐下来 就是会说当年 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听不见的 然后你为什么离开我 但只是要说 这个女主角在多年后 跟另外一个同学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男生就是很标准的男二 就是好像没有发过脾气 然后就是很温柔 然后别人问这个女主角说 他优点的时候 他也说 你会觉得这世界上 所有温柔成分都在他体内了 就是一个这么棒的一个人 那他那一次呢 他在路上突然遇见 这个失聪的前男友的时候 当然是很震惊嘛 然后他就一直跟他讲话说 马克你 你为什么不转头看我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 我只是想知道你现在过得好吗 然后那男生都没有回话 他说你连跟我讲话 都不想跟我讲话吗 你为什么不想跟我讲话 然后什么的 然后最后那男生就开始 打起了手语 就哭了 可是他打手语就是 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话 你讲什么我完全都听不懂 然后我就是不想再见到你了 我当初就是因为呢 我现在已经听不到 我已经就是各讲各的 然后那女生看到他开始 打手语也傻 也傻眼说 你为什么这样子 然后就是脑袋很混乱 他没有办法整理出一个思绪来 总之这个男生最后就是 他就离开 就转头就走 然后女生就也在原地 就愣在那边 那其实当下他的行程 是要跟现在这个男朋友 就以前的同学 然后拿去看一个新房子 所以当那个他现任男友 就打算给他说 马克兰你怎么还在那边 就是你在哪边 他就听了出他的女友声音中 不太对 不太对劲 他说我好 我现在过去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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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直跟自己说没事 那个书想想说 一个温柔的男生 编剧要怎么写 让他安抚现在这个人呢 他就说 不是要大洗力时间 这个这么温暖的地方 请问 新人男友说什么 安抚他 冬天下雪很冷 但想想我温暖的肉棒 这么直接啊 这是纯恩日剧吗 这不是吧 欢迎大家留言你的大洗力 但他的说法就是 你现在是不是在哪边 准备要等公车 那我现在去那边接你 你等我一下 那待会过完电话后 请你打开手机 搜寻 上班可以听 大概类似这样 他就说你搜寻 熊猫空一格掉下来 然后跟我说一次 你要搜寻什么 熊猫空一格掉下来 因为那是一个 可爱开心的东西 就可爱的掉影片 他就说 你就是看那个影片 在那边等我 然后就是看影片 看影片 等到我到那边为止 然后我突然觉得 这个桥段写的很 很赞 好像没有想过这种 安抚人的方式 就是当你没有办法 遇到一个人 然后你也会很紧张 在你起身 到他那个地方 移动的过程当中 他会不会越来越焦躁呢 我要怎么安抚他呢 我又不能一直跟他连线 他现在也不想说 他遇到什么事情了 那你就是搜寻这个影片 所以我们应该要想一想 如果今天 譬如说我们的朋友 然后你可能觉得 他状况很不好 他随时有可能要跳下去 或是要干嘛的 然后我们要赶过去救他 或是要陪伴他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推他 看什么跟听什么东西呢 大洗礼时间 又要大洗礼时间了 这个太硬了吧 还是你只是想问问大家而已 我想问问大家 因为大洗礼时间的话 其实你也要很知道 那个对方他喜欢什么吧 对不对 马克星刚刚一集有一个小时 应该是蛮够的 你的话应该就是叫你看一些小熊猫吧 小熊猫真的还是很疗愈 就你搜寻小熊猫空一格 小熊猫也不用空一格吧 就是小熊猫 你就是要一直看小熊猫 等到我去那边找你这样 你的话呢 就是打开手机 看你珍藏的欧马克星期 弱智 白痴 你再也不知道 搞什么 里面有很多愤怒影片 为什么看你理智断线会这么好笑 我真的不懂 就跟听马克星相 大家都在期待我情绪高张一样啊 真奇怪 好 只是看到那个编剧想到这个桥段 不晓得是不是他真实人生有经历过 这样的 这么温暖的人 给了他这么温暖的建议 这封信呢 来自于米虫 米虫说最近终于可以正面的看待失恋了 比较可以客观的去思考 之前一直想着回家乡工作 但也因为以前顾虑到另外一半 所以都没有找去面试 那现在分手了 刚好是一个动力决定回乡工作 前几周在面试 现在的offer希望可以顺利回乡 那成为教徒其实才三个月 这三个月一直不断的补录音档 也成为上班可以听的会员 一听发现我怎么错过这么多啊 我小时候念书 我也有开收音机啊 我也是夜猫子啊 怎么就是没有转到飞碟电台呢 真的是太可惜了 他说既然我会去新竹吃小确信豆饼 那有没有听过和题上的猫呢 这个也推荐你们未来可以试试看啰 感恩 我是小汤圆 我要分享跟男友这礼拜去中立大西 因为预算就订了中立车站附近简单的小房间 我一直没有办法去住在大西的民宿 感到很可惜 这趟旅行大部分时间都在开车 我就成功推荐男友成为马性听众了 回台北的路上正好在播21W20的那一集 一对情侣去大西住宿要换房的时候 柜台小姐说 真的确定哦 你确定吗 那间我们客人都不喜欢呢 那个很可怕 那个我印象深刻 听到玛丽鸡皮疙瘩的反应 虽然觉得很可爱 但还是默默跟男友说 还好还好没去大西 在去大西的前一个周末 我跟男友在逛街路过一家饰品店 停下来看戒指 觉得很美很喜欢 世代的时候呢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店员过来 一边介绍一边拿出量戒尾的工具 帮我们量 男友本来没有要买 但是礼貌性的给他量手指 然后店员就很顺手的拿出一张方案 推荐我们定做对戒 我跟男友呢 看中一款喜欢的款式 材质又是纯银的 可以刻字 店员就告诉我们说 嗯 3000出头就可以定一对哦 还送一对尾戒哦 我们就付款了 从大西回来后 就被通知可以去领戒指了 我们很开心的冲去店里 看到戒指的那一刻 完全没有失望 而且我们指定在戒指内要刻十字架 实体比想象中还要美哦 但是当我问到尾戒的时候 店员就说 哈 怎么可能送尾戒 这个价钱已经很划算了 你们是不是看太多家搞错了 我顿时傻眼说 我们只有看你们这一家 而且是我跟男友都有听到你说送尾戒的 可是阿姨就一直否认 我就想说 算了 反正我本来就不是为了尾戒而买的 结果阿姨开始要我留好评给他看 我都已经快要发火了 还要我给五颗星 干我才不要咧 总之后来跟他的对话都不是很愉快 我只想离开 想到他跟上礼拜180度大转变的嘴脸 我就很不爽 后来男友跟我说 阿姨好像八点挡的坏女人 让我扑子笑出来 谢谢你们 祝大家一切顺心 我是小汤圆 来自于2021年的11月21号 对啊 这些口头承诺真的是要小心 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朋友 然后他要打官司 那在网路上面呢 有一些律师是蛮有名的嘛 他们会写粉砖 所以他觉得 哇这个律师好像为人很正派 讲话呢都会讲出一些很中肯的话 然后他就去找他了 有名的律师嘛 那这个律师呢也就跟他说 说 你这个案子我可以帮你负责啦 那你先不用付我委托费 之后呢 等法官判决判下来以后 对方是一定要付钱的啦 你再从对方的钱 来付我的委托费就可以了 那这边是委托书 请你签名 他没有看委托书就签了 没有他有看 看了委托书 这个委托书呢 要十万块嘛 他当下有想说 要签吗 有迟疑一下 反正最后还是签了 但签完了以后呢 他现在收到了支付兵领了 就是律师告诉他说 这个委托费 你怎么还没有付给我呢 但问题就在于 跟他离婚的那一个人 脱产了 他扣不到对方的钱 对啊 然后之前这个 网络上面的知名律师 所说的 他不是说你从里面 拿到什么再分给他吗 口说无评啊 各位 大家 就像刚刚那一位 买戒指的阿姨 你买这个 我送你委戒哦 口说无评啊 各位 人家说什么 你就要求他 看合约 订下来 然后如果对方不愿意写说 哎呀这个很麻烦了 不会 你要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会做到 转头就走 希望在大家新的一年 对于上班可以听 对于马克信箱 不要转头就走 哦 我们其实 也是可以签订一个合约 这个合约 不是你跟我的合约 是你跟你自己的合约 每个月 少喝一杯谈糖饮料 成为健康的人 成为上班可以听的 健康会员 这就是你跟你自己的身体 所定下的合约 同时也可以帮助到 我们的频道成长 不知道新的一年 有没有机会 可以开新的一集 马克信箱呢 就等大家咯 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